一个罗汉戏 一个大戏 这个内五彩 或者是井里 也是金鱼啊 井里 外面是画的是 这个川花龙 雕花龙 这个龙是明朝早期 城话特别流行的龙 一川 这个席的口径 有29公分 口径啊 腹部就是 32公分 腹径是32公分 它这个彩 是法郎彩来的 都是凸起来的 就是料彩 也是法郎彩 很大的一个席 八条 金鱼 里面是 画的是四条 这个 这种川花龙 也叫奎龙 它没有四把 双衣牡丹 四组 写的是 横峰堂 伯古字 康熙的 这个底径呢 是25公分 你看这个胎 很硬的这个胎 软堂软就 汤系的 修态 相当 整齐 完美 横峰堂 伯古字 这是观谣来的 那时候 那时候 这些所谓的 施 施家窑 你看横峰堂 这些都是 皇帝在的地方 我有一个盘子的底 就是 大清横峰 二年庆客 横峰 横峰估计 就是这个 它这个号 这个唐号的 一个 匾额来的 那个只能是 顺治地 或者是康熙地 去读书 或者是 休息的地方 再看看 这个 这条 龟龙 也是 穿花龙 雕花龙 你看 它壁纸 往上的 五爪 我看 玩笑 古爪的 你看 这是第二只 这是 胭脂红 那是 蓝料 这是 胭脂红 都是 料材 实际上 就是 法郎材 很大的 一个 一 一 一 嗯